崇光部落因为高压电塔地基有走山的情况 台电必须要移到高山才不会影响到宫殿的作业 台电公司26号也特别前往部落召开了说明会 无南村长田文才也邀集了地主和台电 进行了面对面的沟通 来乘出崇光部落的高山 务必要做好事前的沟通作业 未来才能够顺利的动工思作 崇光部落高压电塔历经的0206大地震的清洗 电塔地基有走山的情况 台电公司为了解决这项问题 电塔必须往高山迁移 为了做好事前的沟通作业 无南村长田文才并且邀集地主和台电进行面对面的沟通 务必做好事前的说明会让地主们了解 崇光部落的山上因为是走山 所以目前7座的铁塔很不稳 所以说台电一直拜托村长 能够把地主全部集中在一起说明 说明会蛮成功的 也感谢我们所有的林长以及部落事务组长 还有地主 村长在这里 在要求台电一定要跟地主沟通 地主同意之后 如果说发包的时候 一定要 第一一定要开部落会议 让部落所有的村民都了解 第三我们再要求台电在施工前一个月一定要在崇光部落开个说明会 因为这个工程浩大 会影响到部落的安全 就是要让部落们都知道 这个工程大概有7座的铁塔要移走 一到山顶 这个店是属于我们花莲 西口 售丰 文览铬门 在使用的 所以说 能够在今天能够在这个说明会跟地主说明 有五个地主道几乎都有同意 最后村长还是要求我们台电能够开部落会议跟施工前一个月的说明会 大家都今天开的会完全同意 博兰村长田文才表示 地方重大建设都会要求相关单位在部落召开说明会 让村民们参与整个建设的过程 尤其村民的权益可以说是相当的重要 也希望透过双方的沟通 建立互信 共同来为地方建设来努力 谢谢大家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